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族讲得很清楚 每个人都有般若智慧 你要透过你的大智慧 照破物 运含恼 或者你会问师父 我没有觉悟 怎么会有智慧呢 这代表你永远不会觉悟 因为你现在就没有大智慧 你虽然没有开悟 你现在有没有智慧 虽然真的跟假的在一起 但是真的从来没有离开你 这代表智慧没有离开你 你怎么会没有智慧呢 你不要掉入一个陷阱 我要开悟才会有智慧 这样的理论注定你不会开悟 当我静心下来 我观察自己到底要什么 追求什么 我到底要气什么 恨什么的时候 当我静静自我关照的时候 我不就是一种智慧了吗 你学佛法学到最后 不让掉入理论的陷阱 菠萝一定不是这样想出来的 学佛脑袋都不能动 那你就学错了 明时它是脑袋 当我静下来时 脑袋就会产生智慧 只要你静下来 愿意停下来 你的智慧就会生出来 我们一直静不下来 我们的内心一直停不下来 所以我们一直很烦 很乱 这就是轮回 一直转 不管什么事 你只要问自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自己停顿一下 到底是怎么了 有了这个怎么了 你的智慧就不一样 我上课有时候喜欢故意停下来 我不是要让你讲道理 讲道理只能是安慰 鼓励 我是要启发你 启发不是讲道理 讲道理不会让你有所启发 我做个实验 我先用说理的方法 之后再用启发的方式 你问 人为什么会起无名 人之所以会起无名 是因为内心世界有贪嗔吃 所以 只要你勤修戒定慧 自然就能熄灭贪嗔吃 这样 是不会开悟的 你们听经都听这一种 你再问 人为什么会起无名 无名怎么写 你不用写 你这个时候的样子就是无名 谁在照镜子 没有人 那卖镜子的卖给谁 这两种方式 你将能哪一段话 你听了之后会沉下来 静静地去想 后面这一段 你能承认它是假的吗 不能 你就没有办法去假归时 要用什么方式 你才会承认呢 不需要用什么 知道假的就好了 接着就开始玩游戏了 人家要叫你妈妈 你就让她叫 人家要占你的便宜 你就让 要你 要让你多牺牲一点 就让她 人家笑你傻 你也跟着笑 如果你知道是假的 从今天开始 就跟大家玩游戏就好 那叫游戏三昧 游戏人间 而非知道假的之后 从今之后 了无神殊 跟你讲假的 你又觉得接下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办 好像失去一个追寻的目的 而假如人生没有一个追寻的目的 又不知道凭什么活下去 我访问你 你到底在追什么 你只是习惯这么追 但你永远不知道 你在追什么 就像你只是习惯性烦恼 但是你始终抓不到重点 你真正的烦恼是什么 你不知道 比如 你烦恼你的家人 你的重点是什么呢 你很难讲出一个重点 这就叫做疑命 无知即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聪明的人会以为他知道 其实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得根失那一回事 你应该把它参透 既然没有得失这件事 你就不应该觉得好像 有一颗有所求的心 求人是很苦的 你要求你的理想也是很苦 无求就能悟到 《金刚经》 分明跟你这么说 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所 因为他悟到 无有一法可得 燃灯佛才为他受寂 文后思维 你能否从惯性中停下来 思考你为什么这么做呢 心平何老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大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